热剧《女约传》也是播出十多集了 那这部讲述了战国时期女强人故事的电视剧 除了错综复杂的剧情之外 另外一大看点就是这个服饰与礼仪了 为了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历史还原效果 剧组可没少费功夫 这演员们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习俗都与近代时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坐姿 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这些细节问题 郑小龙导演可是专门请来了一些专家来指导演员 像黄蝎 像黄蝎 像雲四 黄蝎主要是基作 它几乎全部都是基作就贵作 然后像雲四他有加副作和基作教练 就是有的时候正式的时候他都是基作 然后一般情况下可能在后期 年纪往上走了以后 他就用主要作的加副作 他会做完 只不过是一个坐姿而已 就有那么多的讲究 导演抓得紧 苦的可就是我们的演员了 一坐就是一整天的 那滋味也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每一天腿都要麻几次 每一天一拍完 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把我扶起来 因为人是腿都麻了 老是麻大概 三十分钟吧 然后就可以走路了 演员们受的苦可不止这一个 这不 另一边 孙力为了拍摄《少思命》纪舞这场戏 不仅每天要穿着单播戏服 寒冬里练舞 更是顶着肠胃炎咬牙不间断的练习 为了能将战国宫廷舞蹈的场面 尽量的还原 咱们对敏玥也是拼了 然后我自拍拍那个舞的时候 我就上涂下血 新闻了再见 编辑报道